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真杰西卡这个频道 首先呢 祝大家2024年一切顺利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说回穿搭 尤其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穿搭改造 为给大家分享三个单品 来看看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区别 我们的目标呢 是不仅会买 而且会搭 买回来的衣服呢 不会闲置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要先感谢一下本期影片的赞助商 那就是我的老朋友SDR 圣迪奥这个品牌 他们家单品呢 都很有设计感 和我依处里的大部分的基本款单品搭配在一起呢 是一组非常好的CP 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老规矩啊 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呢 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 大家可以一键购买 我是小真杰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那我们就开始 首先第一件呢 就是这样的一件 短款羊毛浑房的小外套 它是一个比较偏深一点的坨色 看着呢 就觉得比较稳重 而且自带知性优雅的气质 它是个小短款的设计 所以对我们亚洲人身材还蛮适合的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这个扣子 有一点点那种不规则的感觉 而且是暗黑色系的 所以给这样的一件妥色小外套呢 增加了一点酷酷的气质 这样的基本款怎么搭 应该都会挺好看的 比如我搭配这件深色打底衫 小脚裤和牛仔靴 也不是说不可以吧 但是这种上面窄下面也窄的方法呢 好像挺过时的 而且全身上下都很紧绷 没有松弛感 现在都2024年了 嗯 必须得改改才能出门 那就换成黑色阔腿裤 总可以了吧 上窄下宽 但是呢 怎么感觉还是不对 有点土土的 问题出在了内搭 本来这个妥色就是偏真一点的颜色 内搭呢 又是黑色 而我头发也是黑色 所以看着气色不怎么好 那就换个白色内搭吧 立刻就冒幻新颜 白色内搭呢 还能像反光板一样 提亮脸部的肤色 另外 米白色和妥色这组配色 属于old money必备 上身显得高级了很多 鞋子也要注意 这件短外套的风格呢 其实是偏正式一点的 很容易穿得很老气 所以呢 这次我选了一双小白鞋 能够增加一点休闲气质 削弱了外套的行政感 也和内搭的白色呼应 包包选什么好呢 一个Chanel精面条 一个呢 是WMAS的黑色小包 两个二选一 我们先来试试这个Chanel的精面条 会发现效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感觉用力过猛 有一种精致的吐气 而且肩带太长了 和短外套的长度呢 不成比例 整个人好像重心都下移了好几公分 显得腿有点短 还是这个黑色的WMAS小包包比较好 肩带呢 比较短一点 在夹克边缘上面一丢丢的位置 给人一种腰身在这里的错觉 腿好像又长长了 而且包包本身的风格呢 是有点偏英气的 能够中和外套的精致感 你看哦 单品还是要靠搭配哦 不代表说Chanel就一定比评价包包要好看 要适合 改造完毕 我们做个对比图看看 换了几个单品 一秒变氧气 高级不老气 优雅中带着几分帅气 更有摩登都市法 这次的改造可太成功了 喜欢 这件外套呢 我穿L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 我会建议大家还是买大一点 不然会显得有点拘束 就不够有松弛感了 第二件呢 是这件羽绒马甲 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鹅绒马甲 因为它有85%的鹅绒 所以又软又轻 而且非常的保暖啊 我一开始对这样比较抛抛的马甲还挺担心的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穿 后来我上网看了下 发现时髦的人都是搭配卫衣的 那我也搭配一套卫衣来试试看 哎呦 真够土的 简直没法看 因为这件马甲呢 是有一点小扩型的 所以搭配本身就很宽大的卫衣 就是宽上加宽 太臃肿了 所以内搭和下装要选择合身 或者轻盈一点的单品才可以 那么内搭就改这件SDI的打底衫吧 它相对紧深一点的设计 外面搭配阔型鹅绒马甲 形成对比 精神太多了 注意哦 这件打底衫并不是纯黑色的 而是有一点点灰黑色的 和这件马甲的黑色颜色略有不同 比起黑色配黑色呢 更加耐看一点 百搭的半高领衫设计 版型偏合身 上身就很显瘦了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指动的设计 我显得手好像又长长了一点 有轻松显瘦的效果 下半身我换了一条轻盈的裙子 黑白拼色能够削弱上半身黑色的沉重 质地柔软轻薄 给帅气的马甲增加了几分女人味 别忘了配饰 尤其穿深色衣服的时候 我选了一根银色项链 给颜色的黑色增加了亮点 而且还能让别人的视线全部集中在脖子这里 人的重心无形中又拔高了 这不又轻松长高了几公分吗 包包选什么呢 黑色太沉闷了 那就选这个黑白斑马纹包包吧 和裙子的拼色呼应 而且很时髦 有气场 最后的最后 加一副白色墨镜吧 就是这副我上次盘点时说过 2023年买的最值得的十件东西之一 没想到冬天也能戴上这副白色墨镜 和黑衣服是一组很好的CP 而且还和包包裙子里的白色顺色 好洋气的 大家最后感受一下 before和after的区别 前者臃肿显胖 后者太时髦了 羽绒马甲也穿出了轻盈感 天差地别有没有 这件马甲是一个拉链 和我们上海人叫cournew 这样可以直接把它拉上去 形成一个围住脖子的高领 连围脖都省了 这件我穿XL正好 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这样很舒服 另外其实马甲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单品 像我常年在家里面上班 比如说我都穿这样的一件打底扇 有的时候会觉得冷 那就可以在外面加一件这样的马甲 而且如果你是开车的话 马甲也是必备的单品 因为那些大衣或者是西装套来套去都不方便 所以这件就非常的适合 这件是我这次收到他们家单品里面 我最惊喜的一件 这件我绝对会留下来 最后一件就是羽绒服了 我跟大家讲 我有好多件羽绒服 但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件褶皱质地的羽绒服 这种细密的褶皱的质地好神奇 我第一次发现有这样的衣服 那么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欢褶皱的单品 因为它自带层次感 而且上身显瘦 又很优雅 有女人味 所以我有好多褶皱单品 那么这样的褶皱羽绒服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效果呢 我们上身试一下 哇 果然真的很显瘦啊 而且有女人味 和我其他的那些面包羽绒服感觉完全不同 而且一点都不显胖 太神奇了 那搭配就选一个黑色的宽裤和黑色靴子吧 哎呀 也不是不行 就是全身好像没什么亮点 黑曲曲的一大片 哎呦 大过年的 穿得好像太黑了吧 那我们就把内搭换一下 上半身呢 从黑色改为白色 和羽绒服颜色有对比 就显得不会那么黑 下半身呢 改一条直筒裙和长靴 能够增加一点女人味 这样的话 可比改造前好看太多了吧 最后别忘了配饰 因为羽绒服比较柔美 所以我就加了一顶黑色的礼帽 这一顶呢 也来自 Estia 100%羊毛 面料太过关了 冬天戴 绝对可以保暖 恒栽帽的造型 再搭配一个低调的蝴蝶结 很像Vintage市场 投来的一顶小礼帽耶 给全身的穿搭 增加了优雅的气息 对了 这顶帽子还能够调节头尾哦 头大头小都能戴 大家不用担心 再选个包包吧 这次呢 也选一个黑白斑马纹的包包 有足够亮点 又和全身呼应 出门前 别忘了加一副皮手套哦 这个知识点之前也说过 绝对是提升气质 增加优雅感的最佳单品之一 对了 露了说了 这一件羽绒服呢 也是含有85%的鹅绒的成分 也是又轻又软又保暖 我在家里面就这样试穿 走两步都热得出汗了 这个大冬天就靠这样的一件羽绒服 绝对可以扛过去的 搭配完毕 羽绒服穿出了老前锋的派头 很像上东区走出来的有钱女人 看一下对比图效果更明显哦 下次再也不要说羽绒服很丑哦 只要选对合适的羽绒服 再加上搭配 照样可以穿出高级优雅的老前锋气质来 这件羽绒服呢 还有一个优点 它这里呢 是有一个抽绳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抽紧 这样就可以打造腰线哦 进一步可以帮助你显瘦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微薄脱屑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一套穿上 连围巾的钱都省了 这件呢 我穿XL也是正好的 大家一定要买大一号 这样你里面再多穿几件 也不会觉得很难受手抬不起来 好了 这一次影片分享的三个单品和三个穿搭改造 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喜欢吗 最喜欢其中哪一件衣服哪一套造型呢 欢迎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起来吧 再一次感谢本期影片的赞助商 像SPA这个品牌 其实很多衣服看照片 你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哦 但是当你搭配得当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哇 原来可以穿出这样的效果 而且衣服呢 是要靠人事的 光看图片 看别人是看不出结果的 所以多事实 哎呀 事实不要钱嘛 好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再次祝大家2024年一切顺利 我是小剑杰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2024年一定要经常见哦 拜拜